第一個提示請看 第二個提示再看十秒 甜筒 難道要講的是 答案幾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 是食物的名字嗎 快立出邏輯了 第三個提示請看 發布 郭育晴有答案 答案是答 三個字 不是都一樣的東西嗎 叫做冰淇淋 是吧 冰淇淋答對了嗎 恭喜 恭喜 天啊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一定要看到眼睛吃 才知道的話 那就太晚了 歡迎郭育晴女士 來進行她的九龍歌 鼓勵賽 來 機會 謝謝 恭喜第一位出來的郭育晴同學 淡大法國語文學系的學士 第一位出來呢 爭取到的是五分鐘答題時間 這生命指數是很充裕的 比較有時間 空間讓你思考 好 也因為這樣子我們看一下 我們客製化的禮物 好 閃閃發光 來 請開門 夢幻大獎 智慧家電 還有高級的保養品 十萬大獎的那個連接雲端的 幾萬首的 原聲原影的點歌系統 那個很精采 就那個 就那個是嗎 就那個 你想拿 你如果拿到那個 你拿一台 我再送你一台 好 好 好戲 怎麼樣 就這樣決定了 剛好我現在最近口袋 夠深 夠深 好 早講嘛 那我怎麼沒有 等一下 好 沒有 真的 老婆我來 你要確定喔 你送那一台 我就幫你送到 我們海外的文教中心去 好不好 把你的大愛傳出去 大愛 大愛都出來 不要把我的大體傳出去 好 客製化的題目 一起來看看它的 九個攻略賽 請公布 各位請看好喔 對面有 跟小孩安全有關 對 我前陣子拍戲 最貴娃娃屋 就是你專長的秀真藝術 對 珠寶專家 你曾經是賣過珠寶的購物專家 對 是吧 對 傳統泰國菜 我喜歡吃泰國酸辣 好 事業強星座 你懂一點 一點 法文俗艷 你有學過 懂一點 浩克的顏色 看到了 也是你的孩子 你看 裡面幾乎都圍繞在你的喜好 和興趣中 OK 也因為這樣提醒大家 還不要空手而回 至少搞定三題再說 空手而回就很難看 好 好 來 第一題請選擇 安全座椅 安全座椅 請出題 我們都到處 來喔 我的答案是 C 坐在駕駛座後方 請說定 你剛剛為什麼要一個字 一個字的講 你可以快一點 坐在駕駛座後方 花了二十五秒 真的啊 這個 這有算時間是不是 當然 好 OK 坐在駕駛座 你有閱讀障礙是不是 沒有 沒有 你應該在二十秒才踏 真的 花太多時間了 兩歲以下的孩子 你也照個嗎 就是後面 你為什麼不選B 是B啦 B 躺著面朝車尾 這樣煞車才沒有 才不會危險啊 不是 但是他的座 應該是要在 就是要背對我們座 然後面朝車尾 所以要 面朝車尾 那我來得及 改嗎 躺著面朝車尾 爭取個半天 打個冰淇淋出來 然後待不到五分鐘 對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笑死了 笑死了呢 B啦 你會選擇來不及啦 請介紹 我們根據美國科的研究協會 他們發現 其實小朋友 如果有做安全座椅的話 那麼在事故死亡率 可以大大的降低 大概71% 而且如果這個安全座椅 比他是反向座的話呢 那他的死亡率 還可以比正向座 再降低75% 那但是呢 很多的爸媽媽 會不知道知道 為什麼要反向座 主要原因呢 是如果你是正向座的時候呢 當發生車禍事故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的頸椎 還沒有發育完全 所以會因為甩邊效應的關係 先往前再大力往後 這個時候 可能就會扭到 小朋友的頸椎 可是呢 如果你用反向座的時候呢 這個狀態之下 小朋友呢 他其實是用背部的力量 去抵擋這種 往前衝的衝力 所以就能夠 讓他的甩邊效應 大大的降低 懂了吧 我懂啊 妳懂啊 妳看這個打野圈C 好怪喔 我也覺得 不是啦 就是因為他要放在 駕駛座的後面嘛 他的安全座椅 應該是放在駕駛座後面 所以我覺得 是啦 是會更安全 對 但是沒關係 好吧 沒關係 拿不到禮物 OK啦 看看老朋友 OK 好好不好 來 下一回合 資格賽